嘉義一名男子呢 為了完成父親的遺願 自費200萬元開挖台東資本海岸 希望能夠找到價值36億的黃金 地方盛傳日軍在二戰後期 把搜刮來的40億財富 埋藏在台灣各地 也讓台灣掏金傳奇再度浮上台面 台東深山日據時代 大量黃金從台灣光復後就流傳至今 70歲的安心男子深信不疑 咬定著深達10公尺的大洞 一定能挖到重達兩公噸價值台幣 36.3億的黃金 他的父親在日據時代是當地警察 深嫌曾說日據離台時 在資本海岸地頂 埋藏了兩公噸的黃金 如今他決定放手一搏 資費拿出200多萬 升起在台東資本開挖黃金 他就不同的判測人員 他們都有鐵漆的反應 但是挖堡的行動遭到原住民反對 暫時中斷 如果挖東西你挖到我們的祖先 挖到骨骸這樣 不是他們不好是我們不好呢 敵方盛傳二次世界大戰後期 日軍曾在台灣各地挖洞 藏匿從東南亞大陸搜刮來的40億美金 除了台東資本濕地 多達45個藏匿地點 還包括相隔二三公里的金正山 拿著先人留下來的地圖 淘金民眾研判日本人把寶藏 分別藏在資本溪泰馬里山 和龜納山三個地方 只可惜大峽谷河床 浮體超過十多公頃 河床也被泥沙墊高十幾公尺 淘金巡夢更加困難 這回開挖印發部落關切 安心男子不願放棄 也讓神秘的東京傳奇 再度浮上檯面 記者潘振賢 蔡芳報導